中国商飞公司的一架ARJ-21飞机 21日从四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 经过50分钟的飞行 是顺利地抵达四川阿坝洪源机场 标志着为期一个多月的ARJ-21飞机环青藏高原 演示飞行正式地拉开帷幕 演示飞行期间 ARJ-21飞机将会以成都 西宁和拉萨为运行基地 飞抵西藏 四川 青海和甘肃的多座高高原机场 充分地验证ARJ-21飞机对于高高原机场和高高原航线的适应性 机场地面服务设备的适配性和特殊飞行程序的适用性 更好地满足高海拔地区运营的要求 ARJ-21飞机在设计之初就把高原性能作为重要的指标 并且在云南 新疆等地开展演示飞行 这次环青藏高原演示飞行将进一步地验证飞机高原运行的性能 为国产商用飞机开通更多的高高原航线 加快边将快线实施落地奠定基础 这次环青藏高原航线实施落地上